货车被烧得焦黑 两旁大楼 门窗全被震碎 现场满目窗移 这里是乌东盾内刺客 再次遭到俄军无情炮击 尽管乌军近期在各地反攻有城 但俄罗斯周流再次轰炸至少30个地区 甚至留下不少炸弹意图伤害平民 俄军反攻不止集中陆地 显然也针对美国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提供给乌克兰的新链卫星 俄军表示很有可能会把这些私人卫星打下来 切断乌军的通讯 俄罗斯动作频频 只是联合国也有了最新魄力 联合国投票通过 破例要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以预录影片方式 在下周联合国大会发表谈话 尽管俄罗斯大力反对 泽伦斯基很可能控诉在乌冬19母 发现的乱葬钢 死者遭到残酷淋虐 已经引发全球人道主义者的高度关注 TV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